这次我们看到有三个份数加起来 我们看到每一个份数,尤其是份母的部分 都是由两个一件东西乘以第二件东西乘在一起 既然是这样的话,就会令我们想起 不如运用这个列项法 如果我们将第一个字列项的话 就会写成A-B份之1 -A-C份之1 为了方便我们日后的计算 我们会把它调一调 就会变成1 over A-B 加1 over C-A 既然第一个可以写成这样的话 接下来当然就会有第二和第三个 第二和第三个如果你慢慢把它列项的话 那就分别会有 加1 over B-C 加1 over A-B 再加1 over C-A 再加1 over B-C 那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慢慢写成它 那你要看到 尤其是这个1 over B-C 会有两个 如果A-B 又会有两个 然后C-A 就会有两个 最后把它调一调 就会得到我们题目右手边的部分 就是每个份数都会有两个 2 over A-B 加2 over B-C 再加2 over C-A 就是这样 证明不得